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今天呢我们来看一看一同祷告或者说同心祷告的意义了 我们先来看看马太福音的十八章十九到二十节 这两家经文可以称为是祷告交响曲啊 耶稣说 我又告诉你们 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 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你们成全 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 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 这里提到奉主的名聚会 那其实原文呢就是走在一起的意思了 也就是说只要有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走在一起 聚集在一处 那么就有主在他们中间 可是这些人有什么动机要走在一起呢 或者说谁领他们聚集在一起呢 在罗马书的第八章十四节 说他们是被圣灵引导的 圣经说 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 耶稣说啊 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蒙圣灵的引导 奉主的名聚集在一起的 那里就有主同在 也就是在他们中间 这句应许是适用于神的每一个儿女 只要我们有神的灵的引导 要奉主的名聚集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就晓得主是在我们中间的 只有那些奉主的名聚集 有圣灵引导的人 才有耶稣的同在 这可以说是基督身体内最基本的细胞单位了 换句话说 基督身体内最细小的单位 那就是两三个人聚集在一起 奉耶稣基督的名聚会 耶稣就说了 我必在他们中间 在马太福音的十八章十九节那说 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 那这是最小最小的一个数目了 一个单位了 要是他们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 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 那我们留意 同心合意 这个词不是指理性或者思想上的同意啊 大家列出一些祷告的事项 然后就一起来祷告 好多时候我们会这样的 只是在思想上认同对方 但是耶稣所要求的不是这样的 耶稣所讲的不单是思想上的同意 而且是指彼此有完全的和谐和一 一同关心所求的事情 而且是一同来祈求的 一起来祷告 这样神才会垂听的 这个应许十分重要啊 值得我们留意和紧紧的把握住的 为了使我们更明白在祷告当中的和谐一致 我们可以用交响乐队来做一个比较或者说明吧 虽然我不是音乐家 但是我知道交响乐有两样基本的东西是必须的 那就是乐谱和指挥 乐谱是很重要的 有乐谱才能够演奏出各种的美丽的音乐旋律来 对不对 但是指挥也是必须的 他把各种不同的乐器配合在一起 依照乐谱所写的节奏给奏出来 奏出一个和谐的乐章来 因此一曲交响乐啊 所需要的不只是乐谱 同时也有一个好的指挥 耶稣所讲地上有两个人同心合一的祈求 就正是这个意思了 因为在同心合一的祷告当中啊 圣灵就是我们的指挥 而神的指挥或者说神的话语就是这个乐谱 圣灵的工作就是把两个人带在一起 叫他们关心神的指挥 并且按照神的指挥去祷告祈求或者说代求 而神的指挥就是神的话语 也就是乐谱 当然服从圣灵的指挥按照神的话去求的时候 所求的就必得着 这是祷告能见果效的最基本的条件呢 圣灵会把两个或者以上的信徒 招聚在一起指导他们关心神的旨意 并且顺着圣灵的指引去祷告去祈求 当我们有了圣灵的指挥 又有了神的话语做我们的乐谱 那之后果效就出来了 我们的祷告就会有无比的能力 而不但是一些我们所说出来的话那么简单 好了 我们想再提一个问题 那就是家庭对于基督徒的重要 讲讲家庭 有很多的问题都是从家庭开始的 但有好多的问题也是在家庭里头解决的 那我们来看看彼得前书的第三章第七节 这里说 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 因他比你软弱 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 所以要敬重他 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 在这里 我们可以看见祷告的拦阻和不和谐 如果我们要祷告德蒙英语的话 我们可以在家里头做什么呢 我们要和谐共处啊 圣灵在这里启示了我们 夫妻二人必须要同时的尊重神的旨意 这样的祷告 他是没有拦住的 很多父母都为他们有反叛的儿女而烦恼啊 当然了 儿女反叛是有很多原因的 但是最普通的原因呢 可能是父母两个人很不和谐 因此父母二人必须首先有和谐的表现 才能够同心合一的祷告 为他们的儿女祈求 然后他们的祷告才会蒙主的催听 如果父母只有一方是信主的 那又是另外一类的问题了 但这里所指的是父母二人同是基督徒的 他们是已经得到圣灵的 他们就要生活的和谐和一 这样才能够见证福音的真实啊 接着下来 那我们要把祷告蒙英允的原则和条件 应用在为国际的事物代求这方面了 那刚才我引用了马太福音的十八章十九节 来说明祷告就好像一首交响乐曲那样的 那 呃 接着下来来我想提出四节有关祷告和代求的经文了 把这些经文看为是乐章的不同的部分 那我们这些祷告的人呢 就好像是整个交响乐团的成员之一了 在指挥的带领之下来演绎这个乐章 那也就是在圣灵的引导之下按照神的旨意去求去代求 祈求 经文是记载在提摩太前书的第二章 第一到第四节的 经文这样说 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 祷告 代求 祝谢 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 使我们可以敬前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 这是好的 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 他愿意万人得救 明白真道 你看啊 这是记载在保罗写给提摩太的书信里面的 教导提摩太如何在谨守原则和注重属灵生命的 这个培养这两方面了 来牧养教会 来带领主的羊 经过第一章里面的问候和劝勉的话之后 保罗在第二章的一开始就说 地方教会所参与的最大的一项宗教活动 那就是啃求 祷告 代求和祝谢 也就是说我们通常称为是祈祷了 换句话说 信徒聚集在一起有交通的时候啊 他们为主所做的第一样侍奉呢 那就应该是祈祷 祈祷是信徒最基本的事工 首先在第一节里头啊 保罗说要为万人恳求 这万人的意思就指所有的人了 换句话说是要为世界上的全人类来祷告了 然后在第二节的经文里头 保罗就特别的把某一类的人写了出来带祷 不过这类的并不是布道家或者是宗教的领袖们 也不是有病的人 保罗要信徒特别祈祷的乃是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人 那虽然在今天我们生活这个社会里头啊 没有君王了 那有某些国家有君王那是虚设的啊 是挂名的 但是我们却有国家的元首啊 政府的首脑等等的一些什么长官人物啊 他们都是管理国家和社会的领袖 是政治上的重要人物 那为什么我们首先要特别为在位的人祷告呢 神要我们这样做又有什么意思呢 好让我再把理由告诉你吧 那就是提摩太前书的第二章第二节 那圣经这么说 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 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 啊明白了 神的心是多么的慈爱啊 神借着保罗所写的教导信徒 为万人祷告 又特别的为在位的人祷告 这都是为了让世界上的全人类生活的更加美好和谐 相信你也听过一句成语叫国泰民安吧 是不是 当国家太平 人民的生活自然就和平安定了 神要我们为一切在位的人祷告 也就是这个意思了 唯有好的政府 才能够使每一个人民生活过得安定平静 有人以为他自己所居住的环境很安静啊 周围的邻舍都是正当的人家咯 这样的生活那就是安定平静咯 但是他却没有留意在他周围 还有很多不幸的人正在受着社会的罪恶所影响啊 今天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国家都正在受各种罪恶的烧扰 有人恶意的毁坏文化事业 破坏交通设施 有人从事贩毒色情的一些勾当 各地每天都不断的有抢劫杀人的事情发生的 更有的国家不容许宗教自由 又迫害殴打凡次称为基督徒的人 你看啊 这些都是不能让人民安定生活的社会因素啊 所以我们要遵守神的吩咐 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人祷告 好叫我们的政府能够成功的为人民成就一些 安定和平的生活的一些环境 人民就可以敬虔的度日了 你看啊 现在你是不是已经明白了信徒祷告的目标的含义了呢 祷告是我们信徒参与的第一项很重要的事工 除了为所有的人类祷告恳求之外 那就是为一切在位的人祈求了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段经文 提摩太前书的二章第三节 提摩太前书二章三节这么说 这是好的 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 什么是好的 是在神的面前可蒙悦纳的呢 很明显那就是第二节里头所说的 连起来说就是这样的 当我们为万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人祈求的时候 就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 这样的结果就是好的 是蒙神悦纳的 能够为人提供敬虔端正和平安宁无事的日子 那就是一个好的政府 这样说来 在神的旨意里面 一个好的政府是蒙神悦纳的 所以现在你跟我所面对的问题就是 有没有看见这样的祷告和代求的重要性 尤其是在国家的事务上 献上我们的代祷代求 要是世界上的信徒都能够为自己的国家代祷代求 我想那么各国的政府都是合乎神的旨意 世界自然就和平 人类就可以安定的生活了 好我们再来看一节经文吧 就会更清楚的知道 为什么一个好的政府是合乎神的旨意的 这节经文就是提摩泰前书的第二章第四节 经文这样说 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 这个他指的是神 神愿意世界上每一个人都得救 都能够明白真道 为了这个心意 神已经为人类预备了供应 每一个灵魂都有机会被赦免他的罪 并且得到救恩和永生的 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亡 为人付出了赎罪的代价了 凡听见这个福音又接受了人 就可以得救 明白真道了 那么第四节的经文就是说 神的旨意是把福音传给万人听 好叫人人都有机会听见 并且接受神的旨文 那么一个好的政府与人的得救 有什么关系呢 那简单的说吧 一个合乎神心意的政府 是一个不单不会控制或者压制传福音 而且还会鼓励传福音的政府 如果政府方面鼓励福音的广传的话 那这就是一个最有效的一个政府 一个合神心意的政府 自然会容许宗教自由 言论自由和维持社会名声得到安定的 在这样的政策底下 人民就有机会接触 并且接受神的旨文了 这样呢 神要为万人得救的心愿 就很容易达到了 对不对 那相反呢 一个不符合神心意的政府 就不是好政府 这样的政府会带来坏的果效 社会里面呢 有纷争 有动乱 然后法律和制度就会崩溃 这个政府不但不能够鼓励福音的传播 还会设法来控制阻碍 人民就没有信仰的自由 神的福音要传到人民那里去的话 就会感到非常的困难了 那我们再看一看到底我们应该怎么样为政府来祷告 好叫他成为一个和神心意的政府 我们先看一段经文啊 这是新月圣经的约翰一书 第五章十四到十五节 圣经这么说 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 他就听我们 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 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 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 那这真是一处有力的经文啊 是四节所说 坦然无惧的心所指的是充足的信心的意思啊 为什么会有坦然无惧的心呢 那就是从我们对神有充足的信心和绝对的确定而来的了 因为只要我们照神的旨意去求的时候 神就会听我们的祷告 听我们的祈求了 那问题呢 那只是我们祷告的时候一定必须要符合神的旨意 所以当我们按照神的旨意 在圣灵的指挥引导底下 同心合一的为了我们的政府国家祈求的话 神必须会应允的 你和你的弟兄姐妹 有没有为国家常常的横切祷告呢 我所指的 不是偶尔的为国家领袖祈祷啊 那是经常性的带导带求 你有没有呢 很多信徒都欢迎于一种毛病啊 常常看见事情不如意的时候啊 就不其然的发出批评了 那尤其是有关社会的一些状况啦 有不满意的就只会怪那些掌权的 他们管得不好啊 却没有自我的检讨一下 我们做信徒的是有责任为国家 为社会 为政治领袖们代导的 为他们求 不会在这些事情上代求的信徒 就是不负责任的人 那倒不如把批评的时间和精力 放在祷告上去更好了 因为祷告能够改变事情的发展啊 那让我告诉你一件 有关祷告改变事情发展的例子 那是在1957年到1961年底 这段时间里头 有三个英属的东非洲国家 得到了独立权 也就是说 属英国的三个殖民地的国家 得到了独立了 他们是乌干达 肯亚和图尼西亚 其中肯亚面临的是最大的困难啊 一直以来啊 肯亚地土上的二十多个部族啊 都是不那么团结的 族与族之间呢 只有纷争 猜疑 嫉妒 他们从来都没有团结过的 所有的国际事务 分析专家们呢 都断定肯亚的独立啊 将会是内战的开始啊 在1960年的非洲 举行了一个青年大会 年轻的非洲基督徒聚集在一起 一个星期时间呢 聚集在那一个星期 在最后的一次聚会里头 领会的主席 强烈的感到要为国家代求的热切了 所以他就站了起来对会众说 现在国家正面临一次重大的政治危机 而我们就必须要为这件事情祷告 接着这些人就跟台上的另外的一些年轻人一起跪下来祷告 台下的人也一起的跪下来代求 然后与主席一起祷告的年轻人告诉大家 他看见了一个异象 异象之后 他很清楚的听见神对他说 只有神子民祷告的能量 才能够把国家的要面临的困难给消除 后来怎么样呢 后来肯亚国家的历史告诉了我们呢 神真的借着祷告行了歧视 但是肯亚国队没有发生内战 反而是和平的踏上了独立的途径 肯亚国的独立 那更是非洲近代进行独立国家之中最成功的一个了 整个的独立过程啊 都使国际那些事务分析专家们呢 大出意料之外呀 为什么 我很深切的相信这是祈祷的果效啊 祷告能够改变事情的发展 那套用一句通用的话来说 那就是祷告甚至可以改变历史 你相信这个可能吗 我们的国家也需要我们的带导 让我们都同心合一了 为了国家来祷告吧 还有另外一段的经历我要引用的 那就是旧约的历代之下 第七章十四节经文记载的 神对所罗门网说 你称为我名下的子民 若是自卑 祷告 寻求我的面 转离他们的恶行 我必从天上垂听 赦免他们的罪 医治他们的地 那注意了 这是神给属他的子民的一个应许 所以自然也可以应用在今天所有的信徒身上 这个应许要求每一个称为神子民的人做四件事情 然后神就会为他们成就三件事 信徒就是称为神名下的子民 要做的四件事 第一件就是自卑 我恐怕这也是最难做到的一件事了 自我谦卑是一种态度 换句话说 骄傲的人的祷告是不会蒙神垂听的 在以前的节目时间里头 我也跟你谈到过了 自我谦卑这个态度 是信徒必须要具备的 尤其是那些 自持有宗教修养的人 是最骄傲的人 就好比旧约的法利赛人 自以为义 他们对别人的作为 有非常多的挑剔批评 却不知道就是指出别人错误 也并不等于表明 他自己是完全对的 所以神说自卑是先决的条件 然后第二件事要做的就是祷告 第三就是寻求神的面 说的更清楚明白一点就是 为着某一件事情 专心一意热切的祷告 直到我们能够在祷告当中 摸着神 见到神的面 所以单单的参加祈祷会 敷衍了事的祷告 那是没有用的 没有功效的 神随听的是自卑的人的 专心一意热切的 发出的祈求的声音 那特别是两三个人以上的 我们集体的同心合意的 谦卑自己专心一意的祷告 第四 第四件事就是转离恶行 不错 就是基督徒也会有 未蒙赦免的罪呀 基督徒也会有一些需要改掉的 坏习惯等等的 这些就是要转离的恶行了 这些恶行也往往是拦住复兴的原因 那么当信徒完成了四个要求之后 神应许要成就三件事了 第一就是随听 那你注意了 你要留意的 只是符合要求的祷告 才能够蒙神随听的 有不少的人的祷告啊 不蒙随听 就是因为没有达到神吩咐的要求 神要做的第二件事了 那就是赦免罪恶 第三就是医治他子民的地 我们放眼看一看 就会发觉 我们的地实在是十分需要被医治啊 为什么这么说呢 是谁的过错使地得不到医治呢 那就是神的子民 也就是你和我 因为我们没有先达到神的要求 所以我们要自卑 然后祷告寻求神的面 以行动告诉神 我们愿意转离我们的恶行 那样神就会随听 赦免我们的罪 医治我们的地 我们的地图本该属于神的 是不配由撒旦来掌管的 所以我们恳切地祈求神 收回我们地图的属权 我们的国土曾经经过了不少的战乱 摧毁 现在可以说满目疮痍啊 但是我们可以向神祈求医治 求神把我们的国土涌入他的怀抱 只要我们按照神的心意来求 和神要求的祷告 神必定会为我们成就的 好 让我们自卑 放下自以为意的想法 不要再硬着景象 反而要来到神的面前祈求 并且转离恶行 这样我们的祷告 必蒙神垂听的 你是不是愿意这样为我们的国家祷告呢 要记住 同心合意的祈求 必蒙神的应允 只要我们一起不断地 恒切地祷告祈求 复兴的日子 必定会很快的临到的 好 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差不多了 最后提醒你 你想得到圣经自修课程 这本小册子的话 欢迎来信搜取 下次节目时间 我们再见 也ika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5人 下 vac